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又来给大家讲 粘购进阶方面的知识了 今天呢咱们主要来讲一下 关于粘购的admin二次定制 咱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关于admin的简单知识 以及呢咱们主要来做一下 关于admin的这个二次开发 最后咱们来讲一下 关于admin上面的一个权限的管理 咱们呢创建了一个应用 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型 然后呢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admin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了这呢这是咱们默认的这个admin的一个后台管理界面 现在呢books对象里面有两个数据 下面呢咱们就来自己定制一下这个admin 首先呢咱们可以根据这个默认的一个方法 咱们可以定制加载这个列表 比如说就是在咱们刚进来以后 这块这个加载的一个列表 咱们现在先登录一下超级管理员的账号 看一下 这块加载列表呢 咱们主要就是加载这个books 好了现在咱们来重写一下一个方法 咱们来重写这个getcarset这样一个方法 首先呢咱们来获得一下这个carset 它是一个继承 咱们来继承一下默认的 然后呢咱们可以这样做 如果登录的用户呢是咱们的这个超级管理员 那么咱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呈现出来 如果呢它不是这个超级管理员 那么咱们就把以咱们book这个模型为例 咱们就把author的名字和这个登录人的user名相同的给它呈现出来 咱们现在就来做一下 首先获取它的user名 然后咱们判断 是否是superuser 如果是superuser 咱们就返回carset 否则咱们就以carset为基准去查询一个什么呢 author等于咱们这个requestuser 好了咱们呢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首先这是咱们的超级管理员账号 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里面有两条数据 一本书是四个D 一本书是两个D 它们的作者分别是三个D和三个Q 下面呢咱们推出 登录这个三个Q的账号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仍然有books这个列表 咱们进去 这里面仍然有一个这样的book列表 咱们看一下 这里只有一本书 它的名 它的作者名是QQQ 和咱们登录的那个账号名是一样的 这就说明咱们重写的这个函数已经生效了 下面呢 咱们再来写一个其他的一个定制函数 比如说咱们来写一个这样一个函数 savemodel 这个函数呢 是用来咱们再添加一个新的记录的时候 会去调用保存的这样一个函数 咱们可以做一下什么操作呢 比如说咱们先做个最简单的 obsteruser 咱们就让它等于咱们登录的名 g.save 好 下面呢 咱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咱们推出一下 好 咱们在这里呢 添加一本书 书的title呢 咱们就叫django author名呢 咱们起python 好 咱们来save保存一下 好 这里的user呢 应该是咱们这个author的名字 好了 下面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咱们在这里新添加一本书 名字叫做django author叫做pathon 咱们呢 咱们呢 现在保存一下它 大家看 这个author本来咱们写的是python 现在呢 变成了咱们的超级管理员的名字 root 说明呢 咱们的这个方法已经写的成功了 这里面呢 每个参数的e request 就是请求object 就是咱们这个模型的一个对象 form呢 是一个提交上来的一个表单 change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改变状态 它默认的是false 如果呢 咱们对这个这条记录进行了修改呢 它呢 就会变成了一个true 咱们在这里面可以写很多的逻辑 比如说 咱们先可以在这里获取到咱们修改之前的一个数据 嗯 咱们可以这样去获取 咱们这条数据呢 是修改之前的原始数据 嗯 首先咱们可以这样判断如果改变了的话 咱们呢 咱们呢 就把这条原始数据获得一下 否则如果没改变呢 咱们这个object 就等于一个nut 这样呢 咱们在它改变的时候就获得了原来的一个数据 如果它没改变呢 就说明这是一条新数据 咱们呢 就不做修改 以上呢 是咱们通过去覆盖 Admin这个类下面的几个内部方法 来实现咱们自己的去定制一些功能 下面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Admin的一个模板文件 Admin的模板文件呢 咱们先来看 主要去看一下Admin下面的这个模板 咱们来看一下 有这么这么些模板 这个index呢 当然就是咱们刚进来的时候 那个页面 通过咱们去修改这个模板文件上的一些东西呢 去达到一些你想样的东西 尽量呢 咱们不会去修改Admin下面的这些圆码文件 但是呢 这个模板文件呢 你是可以去适当的进行一些修改的 比如说咱们来看一下 在jango这个是 呈现一下 咱们homeAdmin的这个页面 咱们打开一下 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首先看进来以后 进来是咱们index这样一个页面 这里面呢 有咱们的url 咱们app的名字 模型的名字 还有模型添加的一个url 都在这里面一个链接 都在这里面呈现出来 咱们呢 咱们呢可以通过这里面的一些修改 去达到一个就是说你去定制一个模板的功能 嗯 咱们做一下简单的修改 比如说 咱们在这里 这里呢 有个add的选项 咱们可以把这个add变成一个 比如说add list 咱们就简单修改一下 看它是否是生效 大家看 这里面变成了add list 说明咱们的修改是生效的 大家可以通过去修改 这个模板上的一些参数配置 去达到你一个私人定制的一个目的 下面呢 咱们来看一下围绕这个admin 咱们去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权限管理 首先呢 咱们在user里面可以去添加一个新的user 咱们默认去添加一个这样一个user 在下一个页面呢 咱们可以看到 咱们可以把它变成是否可以进入这个后台管理页面 这样一个选项 然后呢 可以判断让它是否是超级管理员的状态 然后呢 下面就是一个权限管理了 它作为一个user是否有以下权限 比如说第一个是否可以添加log 是否可以改变log 删除log 下面呢 每个选项都是有三个的 比如说对于咱们这个bookbook类型 对于咱们这个book对象呢 也可以选择添加更改和删除 上面呢 就是一个组的概念 咱们可以添加一个组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添加一个新的组 组的名字呢 叫做 Administrator 这样一个组 咱们可以指定这个组里的人是否有什么样的权限 他可以添加用户 更改以及删除 为了让咱们这个效果明显一点 咱们就把这个三个剔除出去 咱们来保存一下 这样咱们就创建了一个组 咱们现在把这个新建的DD这个用户呢 放到这个组里面 让它属于这个组 首先 咱们就保存一下 好了 然后咱们退出去 刚才咱们没有设置这个staff这个选项 现在呢 你看它就无法进入 咱们回去设置一下 在这里 咱们点上 刚才没有保存吗 好 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只有看Books的权利 Books里面没有内容 他所以说他没有其他的权利 因为咱们先前写过的 因为第一 他不是超级管理员 所以说他只能去查阅 作者是他的书 现在没有这样的书 所以说他一本也看不到 然后呢 咱们对他的权限进行了一个管理 他是无法去进行一些管理员的权限 比如说添加用户和添加组 所以说呢 现在他只能看到Booklist 没有其他的 好了 今天呢 咱们主要讲了 关于Admin的一个二次开发 做了一个两个内置方法的一个重写 并且呢 咱们去看了一下 粘购的一个原码中的 粘购Admin原码中的这样一个模板文件 咱们呢 适应的对他做了一些稍微的修改 当然如果你有特别的要求的话 你可以去详细的去查阅一下 最后呢 咱们去讲了一下 关于Admin中 这个管理权限的问题 咱们对相对的用户 去做了一些权限管理 让他无法做一些事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小aremos 我